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特上冷气很高 发图平均都有上线转发 推特上也出现过真能还原博插画的分潮 另外值得提一下的是 博 在学生时代因为动画 神是中学生的影响 本来是打算进入动画行业 划动画原画的 神是中学生也是早一批在日常作画下下功夫的动画 逐六 逐内折野 说也好好 千也冲凉等等 因为这部片 逐内折野的风格也成为了一个派系 以此片为七七 博开始以动画原画式为目标 从人体开始系统学习画画 而且很有成效 大学寻找工作的时候甚至已经拿到了动画公司的内定 博 在这个时候漫画编辑找他 最后在权衡之下选择了漫画的道路 博还是能在他画中感受到传统动画原画的影响的痕迹 总之 博是一位以画本身建长的漫画家 明镜与首首服原作最大的特点也就是看画的成分 超过了看漫画本身 故事本身是常见的美少女们的日常 在大家看了那么多美少女动物园类型作品的当下 肯定不算有多新鲜 但在博本身独处一枝的作画风格加持下 有了全新的观看感受 漫画连载在网站Tornadia YoungJump上 也就是春天满一圈超人连载的地方 网络的连载在画面上表现更加自由 除了连续好企业构成连续动作的动画式表现方式 还有特别专门上色的彩页 相比是 与其说是漫画不如更像画集 很多读者就是为了看画买的 同时因为重画面轻聚性这个特点 本作动画画是很具挑战性的 尤其在画面上要画远比其他动画 要多得多的功夫 不过归功于动画制作公司 Clobal Works的强力现场制作团队 本片无论作画、美术、摄影 都是本季顶级水平 辅导由于负责现场制片人 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画面质量的保证 整体和国家队达林和弗兰克斯的班底相近 另外包括监督、人设、脚本、核心作团队 基本都女性 尤其人物设计和总作间的合约会名 是作画爱好者的老熟人 在偶像大师系列中 负责了很多重要的舞蹈场景 画美少女的水平一直有口戒备 原作漫画的多页动作全部还原在动画中 能动的基本上全动起来了 而且完成质量很高 监督黑幕尾信和脚本三本力乃至是 Labawox的老成员 女性主创团体做这类 需要表现自然真实的美少女时 往往更有现实感和说服力 原金安妮的藤田春香也出现在OP中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负责后面指数的演出 同时原作在分情叙事上的落实 动画也做了很好的补充 比如说第一集迷了开门见到第一个同学的场景 动画就补充了好几个特写的镜头 让整体观感更加有连贯性和冲击性 原作的彩页部分则是添加了特殊处理 让这部分与众不同 也算是对于原作的还原 跨完画面也必败本作最大真意点 人设 有些人觉得好看有些人觉得不是 因为都是博的原案人物设计 本作难免和本田小狼与我对比 因为本田小狼博只是插画 小说是原作 所以这方面负担轻一点 人设的惊喜恨对博的风格做了不少的改编 做成了更加接近主流动画的风格 争论就少了 而名人将就选择了尽量还原原作 最明显的就是本田小狼整体脸型改长了 而名将还是明显原作的宽脸 除了脸型眼睛的画法也有争议 似乎是河野惠美的人设把眼睛给画更扁了 看似是脱离原作人设的改编 尤其在线性批语中过扁的脸型 让有些观众觉得很不舒服 根本觉得它是有几方面原因的 首先河野虽然在重作方面的实力毋庸之一 但是做人设作奸 求成惠美方面可能并不是他想象 本片也是他第一次负责TV动画的人设 另外就是博的原作其实也并不同意 冒化中明显将的惠品也很难说一致 尤其在彩页部分和黑白部分的明显将 在惠品上是存在不小差距的 就是眼睛有时圆有时扁的 但是动画设定需要大部分的